那么从日本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面对着美国大选结束以后的权力交替 他不可能现在急急忙忙跟仅剩下不到两个月的特朗普政府 在谈驻日美军相关费用问题 因为特朗普已经咬定了高达四五十亿美元的这种驻日美军的费用问题 所以他也不会妥协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日本政府还是希望把这样一个大礼能够留给新一届美国政府 同时日本也敏感地捕捉到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这样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不断地从盟友身上豪羊毛 拜登他一方面会让日本增加驻日美军的费用 但是他不像特朗普这样蛮横 横童直撞 因为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 加强军事同盟而不是拆解军事同盟 是拜登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诉求 从而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提供服务 所以他不单单是一个要钱的问题 而且还要拉紧跟包括日本韩国之间关系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日本当局就认为不可能像特朗普这样漫天要价不断地提高驻日美军的费用问题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日本政府已经失去了对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信心 特别在驻日美军费用分担方面 所以日本现在选择留给下一届美国政府进行谈判 进行一系列妥协 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考虑 请订阅